你说这个时间吧 比如你这代人 其实比如从80年代出到现在 这个时间是非常浓缩的 你想从那么一个破的 突然进入这样一个中国的时代 这些房子 所有同行做的一些房子 随着时间它们会变成什么呢 只是变成一个要被拆除的废墟 或者说只是一个非常塑朽的东西吗 没问题 时间问题 我们还有时间 还有很多时间 万科规划第三个十年的时候 CFO他们提出了一个 就是预计未来十年之后 千亿 这是公司的规模 可以在90亿 这样规划十年之后 一千亿 我当时看 我说夸张也不能这样夸张 对不对 我说怎么 20年才到了90个亿 怎么十年之后一千亿 我说你怎么算出来的 我说你不能这样大跃进的 不能再让成为的增长 他说不是成为的增长 他说按照我们过去的经验 过去经验来讲 就平均的增长 35% 20年之后 90个亿 那么十年之后一千亿 我说我们现在增长 我们不可能一直百分之三十五 他说不是按照百分之三十五 我说百分之三十也高 他说不是按照百分之三十五 我说那你们按多少 都按百分之二十五 我说吹牛 实际结果是多少呢 实际结果是两千亿 七年就完成了 十年之后两千亿 给我震忠 我说这是可以做到的 我说这是可以做到的 就是持续增长 你不要增长很高 持续增长得可怕 就是这样 不到一百亿 持续增长25% 就是千亿 十年 两千亿 两千亿 它就是快速速转 快速速转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快速转如何保证质量 也就是中国的房地产的发展来讲 说有先天不足 就是太过重以依赖香港贸市 而香港贸市来讲 更多的就是依靠土地 我们看到了现在很多地方 就是土地财政 这样就带来了 相当于点时间 反正谁能拿到土地 谁就能赚钱 你正能拿到土地 非常扭曲了 你这种谨慎是怎么形成的 比如说 它不叫谨慎 说挖坑就赚钱 那种诱惑很大 就是你要保持这种平衡感 这样说吧 性格中的一部分 他是这样说 实际上我这个人挺马达哈的 我是挺马达哈的 不是属于那种很细致的人 我说为什么超过25%利用我不做呢 因为我做过超过200% 超过300%500%的 这利用我都做过 就是当时搬买录像机 我做过 而且很得意 你看我一下赚这么多钱 你看我把握来讲 我投机过 但正因为你利用这么高 大家都来做 这不是你特许经营 只有你来做 大家都可以来做 大家可以说 这个200%的利用就从200%降 迅速缩解 虽然50% 40% 20% 10% 5% 你才发现 你培养这个团队 做200%利用的这个团队 利用降到20%以下 它根本不会做 我是83年到深圳 84年成立万科 到了92年 我算了个账 我就做这个录像机 是赤字 最终专门是赔 最后来讲 赔的 就是你把赚的钱全砸进去 就是全砸进了 还不够 就是你一直有一个道理 这个市场是很公平的 你怎么偷偷赚的钱 都还回去 你得还回去 所以我不认为我很聪明 但至少我是聪明人 什么叫聪明人 就是同样的错 我这是翻译字 后来不是之后 又开始炒股票什么的 我都没被诱惑 这是我 1992年 我说的 超过利用25% 我不做 是那种情况说下来的 并不是我有先前之分 并不是我有崇高的一个理念 并不是我受了严格的 经济学的训练 不是的 现实的经验 按现实的教训 它哪是经验 最后就是池子 就是这样 再一个模式来讲 就是搞 搞得如何来和 环保生态结合起来 就等于你总共对 对未来有一个判断 有一个赌博 刚才讲了说 你要搞规模 要保证质量 你必须搞住在这一户 你才能保证质量 第二个 如果未来这个世界 讲环保 讲生态 你到那时候不讲 世界讲了 你来不及的 并不是我特别 这边纯洁 我就要搞这样 我真的来讲 有现实考虑 现实考虑 说你来不及的 所谓搞绿子 搞环保 那不但有那个资源 还在增加成本 这时候这时候利益比较好来 你增加成本是比较容易的 你将来竞争比较厉害 是吧 你的成本 你在增加来讲 你很难的 挖坑就能赚钱 你还搞什么绿建 什么绿建 那我想 那这个就是一个 你照眼未来 和照眼现在这个区域 昨天你说过 你说你一开始是个 勉强的一个地产商 说商人 然后你90年代初 你意识到建筑 包括造房子 它跟实在的精神状况 特别密切的相关 对 我就比如好奇 未来人怎么看 比如过去二三十年 我们建了那么多新房子 开展这么多东西 它怎么传递我们实在的精神状况 怎么描述这个东西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 它建成这样 我们理解他们是这么一个状态 或者我们看到过去的庙宇 看到过去的这种四合院 或者是那种苏州园林 你感觉到是中国的那种精神状况 如果有一天 我们开始稍微远距离的 看一下现在的中国 它就是一群面目相似的表现 怎么觉得 我明白了 我们现在总有一个困惑 说我们现在是千变于律 对吧 什么都一样 实际上你到一个城市来讲 你会发现不同的层次感 但实际上当时来讲 也是千变于律 只不过现在留下来 你会看发现一样不一样 对 他们当然也很讨厌 维多利晒的红砖墙 就很烦都一样 所以你觉得不是什么态 实际上就是千变于律 这个不用担心 因为历史来讲 它保留不下来 它一定会淘汰的 这个并不是中国人的特性 特性 但第二个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看 中国到上个世纪最大剧变就是革命 那接上我们就建立新中国 你看我们又来 学习的是苏联 简单来讲 就是说这个是 我们和西方的这样一个文明进程的断调 改革开放 再重新这样开始 到现在呢 你一定要创新 又要同志 你必须要和本国的文化形式结合起来 我觉得我不喜欢中国传统 我觉得它是个拖累 但真正倒是比较 你才发现 你喜欢不喜欢一回事 你了解不了是另外一回事 你不了解 你怎么来进行比较呢 其实之前的历程是想逃离中国的 是这样 是吧 是这样 到现在你的发现来讲 是你不能回避了 你必须去面对 那你发现他的妹妹有什么 那当然是吧 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吧 那你就是又回到春秋战国 你突然发现 哎呀 你对莫子简直喜欢的不得了 这么迷人啊 但是现在来讲 就是他们是最符合科学原理 科学原理和狭义精神 都这么显著 那当然是 更合得创新精神 说这个在现在我们就缺这个东西 是吧 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就有啊 是吧 你这个以前来讲就是把他完全的 你会发现年轻人呢 不仅仅是在像西方的模仿 而且有自己创新的东西 而且非常明显感到 他的很多这些创新这些做法来讲 突然你一看到 就发现另外一个世界啊 那个超女选秀 那我一看 就一发不可收拾 哎呦 追看 是吗 哎呦 那个对我冲击大了 真的 说说看 为什么追看呢 是吧 你会发现 我说这个竞争啊 之间这个关系啊 这个 因为我想这竞争 我们 32岁到了深圳之后 这么多年来 就是这个竞争这个成长起来的 真是这么惊心动魄 是吧 这样一步一步来的 嗯 就没想到怎么这唱个歌 这种 这种PK方法 是吧 就是你比如说 12个人 是吧 完了唱完了比下来 就是往那一站 就敢宣布 那两个叫PK掉他们 嗯 是吧 谁被PK掉了 就把他写好的文字拿出来就念 嗯 流着眼泪 哇哇流着他妈的念啊 嗯 这么直接 哎呦 我他妈的受不了啊 哈哈哈 我就想着 如果什么 是我那女儿站那里 会怎么样 嗯 我真他妈我想着这个他妈的父母 他哪受得了这个 更往他本人 嗯 哎 我突然才发现 哎呦 我说这他妈80后 这是独生子女 嗯 比我们强啊 啊 他们商品社会就看广告 就是吃着麦当劳 成长起来的 哎呦 和我们真的观点是不一样啊 嗯 对我刺激特别疼 就这代人挺特殊的 你很小的时候卷入到那种很大的社会动荡里面 然后到了青年时期 中年时期 突然有一次巨大的社会机会 算时代的某种特征啊 呃 应该应该说是吧 嗯 我觉得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自己的经验 是跟他们不同的 而且他会变成一个很持久的力量 他是这样啊 你比如说我觉得当时和 很多那80年代创业的人都不一样 那是什么傻子瓜子啊 马胜利啊 嗯 你会发现呢 文化程度都不高的 嗯 尽管我的文化程度也不高 是工专门学员 嗯 自事来讲呢 我还是特别好学习 特别的追求 嗯 就是我到深圳是周岁32岁 学岁33岁 当过兵 嗯 当过工人 嗯 当过工程师 嗯 当过外贸干部 嗯 已经经历非常非常丰富 对于我个人的经历来讲 我为什么要到深圳 其中 很主要的一个原因 刚才讲了 我对自己有自卑 嗯 但你真正的 就你的阻力并不是这样 因为你个不高 你体育超不过别人 嗯 很多你的原因就是不是这样 最大阻力你会发现 你在当兵 这个军队来讲 是一个完全不给你个性来发挥的地方 嗯 学补气口 都要你的军队 那这种意识更性 辞职是在军队 嗯 那你在工厂 你在机关 嗯 都是一样 嗯 都是一样 我为什么要决定要离开 我如果就是在这机关村下去 嗯 我这一辈子是 嗯 是个什么样子 嗯 甚至追到会是怎么开 我都清清楚 都想到是吧 对 是不是想到我的导词是怎么改 嗯 都想到清清楚 我还待下去看 怎么改你当然想到 那你现在怎么改 该怎么改怎么改 你说你不是你复决级了吗 哈哈哈 什么那怎么改 标准的复决级导词 对不对 嗯 标准的复决级导词嘛 嗯 当然是会不错 但是很一定很乏味的嘛 嗯 嗯 是吧 而且那个哀悦 你都知道 你非常不愿意的 但是也是这样来讲 是吧 你这都想好了 你说我还在带着干嘛 所以我一定 不要 有这个机会去闯一闯 第一年到深圳去 带着民工 扛八蛋吧 嗯 那民工不理解啊 你看我这城里人干的那么欢 也不像个犯错误的人 就说你平时会跟我们干这活啊 这我心里都就是 艳缺艳织洪湖之至 嗯 八三年 但是想做什么不知道 刚才你说等于是中国经验吗 自我经验吗 您这一代做企业的人 其实都是一开始在一个模仿学习的过程 在一方面学习过程中 你会觉得有一种跟他们不同的 跟日本也不同 跟美国也不同 那本人还没把自己确定当商人了 开始自己重新思考 自己是商人来讲 和工业发达国家的这些 资产阶革命过来的这些商人 那有不可比信 曾经一读到这个高研的 红顶商人 对货血员这个敬佩的五体徒弟 嗯 但你再读一些西方的这些 关于管理的书 你才发现货血员加上 你要敏弃的 什么时候意识到货血员 这种方式不行的 应该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已经是意识非常非常清楚 就中国人就我们就是不信什么 就信人嘛 就是就是强者 嗯 原始森林 就是原来 大家这个物种竞争都在竞争阳光 嗯 水分直升往上升的 在上面的散盖时代的覆盖 其实结果来讲这种物种 把其他物种全脚上 包括他们的后代 嗯 包括他们的后代 是 那你后代也成长起来 嗯 因为你很很强你就一直后面 这这毫无疑问的 嗯 比如说我们来讲30年前 除了苹果还有一个光安电脑 去结果来讲 苹果电脑现在成了 结果是第一品牌 嗯 王安电脑早就没了 对 就因为 王安之后他的儿子结伴 嗯 就中国的传统这样 太强来讲是不能延续的 嗯 那当然我是个中国人 中国文化 我觉得这是非常沉重的一个命题 嗯 我希望我打造到万科不是这样 嗯 你做着企业 你一定不要让这些年轻人 再走我的老子 再这样委屈自己在这熬 嗯 嗯 他一定给他们一个机会 嗯 实际上这些很多来讲就是受这个 读这种 迪更斯的 大卫科普菲尔 嗯 嗯 就人本主义最基本的一些 对人性的一个基本要求 嗯 追求平等年轻人要给他们机会 对万科来讲呢 那我这是非常非常清醒的 嗯 应该50岁嘛 嗯 测绩组织的职务 就开始选择去登山 嗯 就有意识和公司 就强迫自己 强迫自己 至于苏黎开始做什么 嗯 那是另外一个 嗯 就是中传统有这种 强者的情节是你 塑造你性格 就当然是 嗯 好疑问 所以你说你多矛盾呢 行为是要压抑这个东西的 对人是考验挺大的 好疑问 原来的追求当中呢 受这个传统文化的影响 还是各方面的野心的 典型的 嗯 放大的自我 嗯 超我 就是为了自己的野心 你会发现很多 形成的一种 关系来讲的 没法弥补 嗯 举个简单例子 现在来看的都是挺羞愧的 嗯 七岛舟登完之后 就徒步传远南北极嘛 其中就有一个女队员 嗯 还有一个男队员 是拖累 是弱者 因为我那正好要完成7加2嘛 嗯 其中那个男队员 我就就把它排斥掉了 嗯 但这个女队员呢 人家很有个性 你不介绍我 我自己组队 甚至把我这个队里的一个队员也拉过去 那个队也顺利完成了传业南极 我这个队也顺利完成 但之后就接下了梁子 嗯 这个之后呢 当然说 我都表现出一种受害者的这种 嗯 这种姿态 怎么意识到的后来 刚才说这事是发生在2005年 等我意识到呢 是10年之后了 我华塞鼎拔了12年了 嗯 8人停 我也不和他们合练 倒是去了 把老板来参加我们队伍上 给我留个位子 嗯 但真的到建桥 这就是人家建桥的这个体育的一个招牌啊 嗯 你和人家比年龄经验各方面 你都不是别人嘛 突然发现呢 你进入这个团队 人家让你很舒服 啊 因为你那是个弱者 你发现人家不把你当着弱者 嗯 发赛你的精神来讲 就是本人就是大家要齐心协力 你太强了 他不单不可能是增加动力 他会划偏的 嗯 因为这八足从嘛 就是你这个特别有力 那结果来讲 变形了 对 所以你只有你太强 你要照顾别人 嗯 而那个相对比较弱的 他尽自己的力量怎么样 和你鞋套上去 嗯 你突然发现 这种典型的 现代工业文明的 嗯 一种鞋奏 更多来讲是整个整体 嗯 没有个人英雄主义 嗯 在这里融入的当中 我在体验到了 我整个划了12年载艇 我整个是个 我整个是个混蛋 我咋 我能发现这个 这个过程发现过程中 应该是 应该很多懊恼吧 很多那种 自我反省吧 那种 什么感觉呢 当你能意识到来讲 那应该是倒过来的 嗯 你一笑觉得 你这个境界全变了 嗯 你你你你去觉得是怎么说呢 因为你也不知道 是因为你去了哈佛剑桥之后的变化 还是你不去也会变化 可能是年龄的经历 嗯 你不知道 嗯 哈哈哈 刚才你说这个 在哈佛有点是做做业的一段时间吗 嗯 最最压力最大的时候 你快说快崩溃了 每天做到半夜 然后早上 那一天一天都20小时在熬 熬的简直是觉得 就是明天都熬不过去了 嗯 如果事后总结来讲呢 觉得呢真是如入炼狱 怎么邓珠峰在 怎么南邓 那么说 我从来没说什么炼狱 什么炼狱 嗯 但真正的感到煎熬啊 熬不下去啊 是在哈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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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两年半对你除了这个对自我认识的改变 对你的知识上的改变你觉得大吗 知识结构上的改变 两个方面吧 嗯 一个来讲就是系统的这个逻辑训练 嗯 因为当然我不是专门来系统逻辑训练 就是他上的 我选的很选的本格生的课 嗯 就是你像这个曼昆的基础经济学 啊 嗯 像那个桑德尔的这个论正义啊 嗯 对对你的思维逻辑呢是非常非常有好处 在另一方面呢就就你比如说对对对西方那个宗教的 嗯 一个认识 你比如原来很多就纠缠一个他们怎么会信 真的是嗯 有一个绝对全文的上帝存在 那古人是这样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到现在这么高科技的发展 到现在对认识的世界 那他们难道还是那样认识的吗 你的疑问点是在这里 所以你也带这个疑问点想想了解他们那个 就是思想认识啊 嗯 很快就就和教授的两三堂课嗯 就意识到了更多是绝对全文下的大家 嗯 每个人没有权威的嗯 那说再也才有平等思想嗯 那才有大家是一致性的嗯 你更多理解的是背后的 几乎每个礼拜 你都会感觉 趴着一闪亮就哎 开了个窗户哎呀 就那种哎就那种被照亮被启蒙那种感觉 哎呀啊如果没有这个你说我得大点撑不下去了 我的苦苦必熬我熬什么呢是吧 是我的熬什么呢是吧 对 因为以前的焦虑和不自在太早 太多的建议在某种成就也好 某种扩张也好 征服也好 这种东西上是吧 原来的追求当中呢 你当然为了把企业做大 嗯 你曾经遇到这是你的目标 嗯 嗯 大是个结果 你不能把大当目标 嗯 大当的目标 它一定结果很糟糕 嗯 因为你为了大你会不择手段 你为了大你会来把叶苗助长 嗯 我们长期的保住第一位 第二位第三位有什么不好的 所以实际这几年的万科已经从第一变到第二 第二现在变到第三 不要怕被我们被同行超过 嗯 但实际上万科有个魔咒了 嗯 这么多年 一般来讲超过万科的 很快就不行了 很快就不行了 因为万科已经很大 嗯 它要超过万科它一定要变形的 会失控 会失控 你不能它失控你跟着失控 嗯 这个道理很简单 嗯 那你觉得你现在扩张的动力 跟以前比是更强了 还是说 还是 他是不同维度啊 再换个维度 嗯 你比如说比尔盖茨微软 嗯 成了首富 嗯 他现在突然说是把他的钱全捐出来了 嗯 你说他是停止扩张了吗 另一种找个另一个维度 再另外一个维度 嗯 就是我不是赚多少钱 嗯 因为各地人的内心 他这是表现形式不同 这是解释方式不同而已 嗯 嗯 那对你来说呢 我觉得要要从这个解释 这个进化心理学生来讲 那是一样的 较量吧 你你你灯珠峰是一种较量 嗯 学知识学文化也是一个 对不对 但是你说这个华赛点 不是也是另外一种较量 嗯 或者说其实扩张和政府本身 真的它只是很短暂的给人带来满足感 不能带来一种充分的一种支撑 是不是 如果停止政府停止扩张 你就觉得很较难 考虑了 嗯 但是呢你缺少这种扩张 这种动力的时候 我觉得说这个生命也是应该结束的时候 你可以接受完全自我的吗 就是说过一个充分的自我实现的人生 就这种自我不太依赖外界 就依赖我自己内心的感受 我对知识的兴趣 我对各种经验的兴趣 我跟我很亲密的人的关系的兴趣 就是放弃更广阔的这些人群 你可以这么自足吗 你觉得 应该是到现在我做不到 嗯很难还是是吧 这个不是很难来讲 我觉得我做不到 我还没想到那样去做 嗯 我还没想到那样去做 你羡慕那些充分自足的人吗 还有一个很小的世界 一平方米的桌子 它不太依赖外界对你的感觉 它这个我应该说是达不到那种状态 还不知道境界或者什么来讲 那个状态来讲它需要 它有它那种技能的 我没有那种技能 这个技能跟好单手跟自除 它不是 它所谓的技能来讲还是这样 就是你有资格那样去做 嗯 你比如说我可以出思想 我的文字又有一种文字能力 嗯 那没问题 我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嗯 那我相信我的思想东西对这个世界 是 是有用的 嗯 既然没有用我也不会后悔 嗯 我没有这种能力 嗯 作为一个内心的 英雄主义情节的人 很强的人 嗯 你害怕那种个人跟整个时代的 完全相逆吗 因为我们受的所有的教育里面 你很多个人运行主义 是跟时代潮流是相逆的吗 对 那种孤立的嘛 因为他当时孤立 但后来成为了某种被铭记的人 说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说这很有 对我来讲的是一种 第一感到非常非常孤独 嗯 第二讲是挺悲愤的 嗯 第一个孤独来讲 所谓刚才讲的 我们谈到80后 嗯 你自己认为他们 同代人 自己不理解他们 我自己不理解他们了 但是被他们骂 嗯 这点 我不感到突然 嗯 那点头来讲是 是 你对互联网的这种特征 嗯 不习惯 不习惯的一面 不了解的一面 刚才感到悲愤的是什么呢 你也知道那是已经到了 咋这个麦德龙 嗯 说让他捐 他没捐那么多 表示让他不捐 巨尺麦当劳 嗯 也就是说 真正愤怒转移到万个专理身上来讲 你可能是下一个牺牲区 嗯 当时已经有人劝我 你是不是避一避 嗯 我是准备 我宁可被乱横打死 我也不会避 嗯 但是这种事情呢 是 让我重新的认识自己 重新认识了在这社会当中我有个位置 嗯 现在社会当中 大家是一个什麽思想状态 你想过吗 如果 成平正要起初的时候 你希望 别人怎麽铭记你吗 你会想的一种事情 你会希望什麽角色铭记你 或什麽事情铭记你 我没有这样想 真的没有吗 一个个儿如英驴这麽强的一个人 那是这样 以前呢 我英驴很强的时候 我还没来得及想 因为我想那是未来的事情嘛 那我来得及想来讲呢 那是 我以前形成相当来讲 我说结果不重要 嗯 所以你要活着 你就要健康的 头脑轻易的活着 嗯 如果你 真的是 你不能是这样 嗯 你最好是安乐死 你的孤独感病以前减弱了吗 至少现在是没有孤独感 感的很多来讲 又开始接受你嘛 嗯 那当然并不等于 那个时候没有人接受你 只不过是 因为很多模型方面 它就是非常强烈的来暗示你 嗯 那你那种感觉嘛 嗯 嗯 至少 你至少你承认了错误 表面上 无条件道歉 很多人说你用道歉不用调歉 嗯 因为但是你作为你一个上市公司的老子 嗯 但是你要无条件道歉是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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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不是吗 嗯 难道不是吗 对吧 嗯 就是孤独感呢 第一点实际你就是对死亡的一个恐惧和规避 那第二个来讲呢 就是原来说很多人对你的不了解 所以你更多的感觉来讲是你对这个社会的不了解 而这种不了解造成一种孤独感 嗯 这个08年之前 那因为通过差不多十年的登山嘛 嗯 解决了对对死亡的一个恐惧的这样一个 那种平衡 08年之后到现在 尤其是11年到了哈佛之后 整个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你如果愿意去拥抱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是接受你的 所以你说这个孤独感呢 也就觉得你更多来讲让你更多的惊喜 嗯 或者你更多给你来另外一种的喜悦 嗯